Hello大家好,我是Vick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不好意思,我最近又很久没有更新了 因为我已经连去好几次的视频 开始都在跟大家道歉,因为我的持根 虽然陆陆续续也有录一些Vlog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可以像之前What's a profession一样 做那样一个系列的专题视频 那我想做的主题是关于时尚类 像我频道名称叫做Vicky Audits Fashion Vicky是我的名字 然后Audits是我当时刚开始 开设自己频道的时候我的本职工作 那Fashion是我感兴趣我想要从事的职业 但是录了这么多的视频 以及得到了你们的关注 却不是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最近对这个问题上 也有一些自己的反思 而这也引申到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做的一期主题的分享 就是在这个夏天给我带来很多好运 以及走来街上会被询问度很高 甚至会因为穿他们被搭讪的一些单品 分享给你们 首先第一件单品呢 是之前在某一期主题视频里 有穿搭过的一件上衣 然后有被询问很多次 不管是在社交媒体上 还是平时穿去上班 去跟朋友见面 几乎每一次都有被问说 这件衣服是什么品牌 在哪里买的 它是一件百分之百 纯残丝的一件真丝上衣 颜色偏乳白色不是纯白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 它从脖子还有肩线这里的褶皱的设计 像我是一个小骨架的身材 所以我的肩线不是很宽 而这件衣服它里面有一个浅浅的衬肩的设计 它能够帮你肩线稍微的看起来 要宽上一两厘米 然后又不是很夸张那种大宽肩 它整个袖口还有脖子处的褶皱都设计和做的恰到好处 因为你们知道像欧美很多品牌 它们一旦做整座就会做得很夸张 模特身上穿的是好看的 可是你拿到的食物 特别是像我们亚洲比较娇小型的身材 穿的就是很夸张 但像这件它就是恰到好处的 让你觉得又很特别 但又不会太过于夸张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天穿它开视频会议 然后就会被同事说 Vicky你今天是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吗 穿这么漂亮 我当时买的时候其实还蛮担心的 因为它有高领的设计 会显得脖子短 会显得人没有气质 可是因为它下面有V领的一个镂空的设计 可以把你肩颈线条往下拉 比例上不会让你显得过于的失衡 这件上衣就让我觉得穿的特别的淑女 很优雅又不会过于夸张 不管是工作和朋友小聚 或者出去约会都不会出错的一件单品 我在两周前把链接给朋友的时候 有在他官网上看到好像他有打对折 当时的尺码还是很全的 我给大家找一下链接之后 放在我的信息栏里面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小骨架的 娇小型的身材的话 那这件衣服应该会非常适合你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一件单品呢 是由Reformation他们家今年出的 这样一件卡其色的针织外衣 上班族女生都知道 夏天的时候公司如果冷气开得特别的足 那女生都会需要一件薄薄的针织外套 可是市面上大部分的针织外套 它的型包括它的脂肪 还有它的面料其实都有一点 落云俗套不是很特别 而当时光阶看到Reformation的这一件 突然就觉得找到了真爱 给你们看几个它的小细节 首先是你看 它的手臂这里是一个威拉的 一个开口式的设计 它是从大手臂这里收紧 然后到小手臂这边放开的一个形状 它长度差不多是到我手肘的位置 不会过于的长 可以露出你的手怀 其次它的面料是很舒适的莫大耳眠 又柔软又轻浮 而它这件衣服又是束适的这种条纹的织法 穿的身上就特别的有型 跟普通的真制衫就很不一样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细节是 它的纽扣都是这种背目的纽扣 在光线下有那种微微的珠光的效果 它官网上这件衣服模特的穿法是 直接把它当成一件上衣来穿 等于是一件大V领开口的上衣 可是我个人实穿下来 我觉得如果那样穿的话 有点胸口就有点太露了 我个人更喜欢的穿着方式 是把它的扣子全部解开 就把它当成一件真织的小开衫来穿 这就是一件乍一看 好像是再普通不过的真织小开衫 但它就是很好看 然后你又不知道它好看在哪里的那种感觉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件单品呢 是我今年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件 虽然不便宜 但是买了非常非常不后悔的一件单品 就是这一条小的皮裙 这个品牌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一个 做植物皮革的小众品牌 叫做Nanushka 我看YouTube上前两年有很多博主 也有推荐过 也是我搬来伦敦之后 第一次有去到他们实体店的一个品牌 提一句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伦敦的话 可以去他实体店逛一下 他实体店的一楼在服装区后面 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露天小花园 像类似咖啡一样的一个区域 你就算不是去买衣服 去点银杯抹茶拿铁 和朋友在那边喝一个下午茶聊聊天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他们店好像目前在伦敦 还没有很多人知道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还专门会问我说 你是怎么听到过我们这个品牌的 感觉在伦敦这里目前他们 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 而我想给大家推荐这个品牌单品就是他们所有的皮革系列 他们品牌主打就是他们的植物纤维的皮革 它的所有皮制品都不是由动物的皮来制造的 而它这些植物皮革的触感 真的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最最最最软弱 就摸上去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一个质感 因为你们知道这两年在时尚圈很推崇一些可持续发展的面料 以及是对环境啊对动物减少迫害的一些新的材质 可是很多品牌他们推出的那种可回收面料做出来的衣服 不仅是价格更贵 而且衣服的质感其实是不及传统面料做出来的好看以及舒适的 我之前去逛一个品牌 然后试一件他们的那个开衫 店员就告诉我说他那件开衫是百分之百全部是用可回收面料所制作的 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卖点 可是我上升的感觉就是觉得那件面料很硬很扎 让我觉得不舒适 我当时就告诉店员说我觉得那件衣服它的面料让我就不太舒服 然后店员就说可是那件衣服它是有可持续的材料做的 你穿的它更环保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买它岂不是更加的环保 我对可持续面料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花更多的钱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运动和倡议 可是前提是它的产品是要比传统面料更好让我觉得更喜欢 而说回来像Nanushka他们家的这种植物皮革真的就让我觉得虽然不便宜 但是它的触感而质量真的会让我觉得比大部分的真皮要更舒适 然后形也很好看 这条黑色的包臀裙它的长度在膝盖以上一点 看上去是一条很基本款的A字裙 但是很神奇的一点是我只要穿的它不管跟哪一件上衣搭配 都会被别人称赞当天的穿搭很时尚 它的光泽它的整体的氛围感 可以给你那天整个look的时尚度和精致度都加分 我今天那时候买来了之后第一次穿上它下班那天回家 在路上天后有被两个男士搭讪 然后他们都以为我是做创意产业的工作 以为我是时装设计师或者一个杂志编辑之类的 就是一件暗似基本款 但是可以跟它搭配的所有单品都加分的一件神仙单品 那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一条今年夏天出镜率非常高的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之前我就有一期vlog里面跟我朋友们出去野餐 我就穿了一条这样的裙子 它是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and other story的一条极西的连衣裙 今年的时候刚入夏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找一条非常方便又很明亮色彩的一件连衣裙 然后当时路过and other stories的时候就被它橱窗里这件裙子给吸引住了 它不管是颜色还是花纹那种小小的图案 就完全就是我心中想要的那样一条小红裙的样子 然后我最喜欢它一点是它的腰线是特别的显你的腰身 其次是它胸口这边有一个小的按钮 女生都知道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服下身的话 你很怕胸口这边会走光 然后它这个很小的按钮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走光 它是恰到好处的在你胸口上方的一个位置 可以让你的肩颈线条看起来更长 身材看起来会比例更好 这条裙子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如果你要出去旅行去度假 在里面穿一件泳衣 然后如果你要下水花就直接把房带给系开 直接就可以脱卸 然后上岸之后身上擦干的 直接把这件衣服像一个围裙一样 直接围上身 又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这条裙子就真的特别的有夏日的气息 今年夏天它也陪伴了我 度过很多个很美好的时刻 好多次穿它都有被表人说 你今天很漂亮 注意哦 不是说你今天的裙子很漂亮 而是说你今天很漂亮 它是一条服务于你的裙子 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而不是你变成了它的穿衣模特 是一件每次穿它 心情都会更明媚的一条裙子 然后最后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 今年购入让我非常非常喜欢 给我带来好音的单品呢 就是Celine的这样一副大的黑色墨镜 就是你们知道不管你有多少副墨镜 你终归是要有一副黑色的大墨镜 而欧美大部分品牌的黑色大墨镜 其实是不适合亚洲人的脸型 包括你鼻梁的高度的 像前两年特别火的Gentle Monster 设计是好看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它店里试 都会觉得在我脸上就怪怪的 直到我今年无意之间遇到了这一副 就真真觉得是找到了真爱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种大的粗框的设计 它大致的镜框形状是方形的 不会让圆脸的人显得更加圆 而且它也有一点小的 往上扬的猫眼的设计 很经典的款上又会有别出心才 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点 包括之前把它架在头上 然后走在路上 也有被搭讪说 你这副墨镜很好看 然后问我是什么牌子哪里买的 它墨镜的镜片不是很透 平时戴起来的话 外面的人是看不到你眼睛的状态的 而且侧面看起来它的弧度就特别的好看 我就是一直在找一副类似像这样的墨镜 比方说如果你状态不太好 你就很想躲在一副墨镜的后面 那这一副就绝对是我 最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一副墨镜 好啦 那这五个单品呢 就是今年夏天给我带了很多好运 以及询问度很高的五个单品 在这期视频里面分享给你们 你们知道我其实不是那么经常做时尚类的节目 虽然我非常喜欢时尚 可是我的一个担心是因为我其实不会买太多新的东西 更多的可能是我会购置一件新的单品 去搭配很多我原有的一些东西 那如果穿搭出来你们喜欢的话 我却没有网站链接可以分享给你们 因为那已经是好多季之前的了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一个比较担忧的一个点 不过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将来还会考虑做更多这个类型的视频专辑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每件衣服它都有自己的个性 平时在逛家去选择衣服的时候 我会更加关注说这是不是我的衣服 一件适合的好看的衣服 其实是你去穿那件衣服 而不是由衣服来穿你 而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那些都是 其实非常适合我个人气质 也给我带了很多美好记忆的衣服 希望能给你们平时在穿搭上 以及对于一些新的品牌的一些认知 能够给到一些新的启发跟帮助 下一期视频我想做一期关于Q&A的集中解答 那我会收集一些之前视频下方的留言 或者是一些私信夹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们有一些新的比较感兴趣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我视频的下方留言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期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